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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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 早上 可能有人早餐吃完 如果有想要去便宋 沒關係 後面都可以先去便宋 因為時間這麼多 如果大家 我們 剛才我們上到8點50分下鋼 所以8點50分下鋼之前 如果有想要便宋 沒關係 後面都可以去便宋 我們今天上的這個課 我們的課程叫做 激發心靈潛力 什麼叫激發心靈潛力 顧名思義 我的火鍋話 講得不太冷 我盡量講火鍋話 有時候會講比較多北京的 請大家多多見良 激發心靈潛力 這個意思代表說 其實我們心裡面的力量是很大的 問題是我們去給我們的時間 還是說我們的生活去拖廊 結果 對很多事情 我們都已經失去我們的動力 然後甚至我們都忘記 我們有無窮無盡的潛力 我記得一個例給各位聽 有一個日本的媽媽 那個媽媽 頭中島 她就想說她要出去買這個貨擠 她對面就有一個水果檔 所以她就拖 日本村門 她的二歲比較大的媽媽 她都會拖和服 她就拖和服 拖木雞 木雞台語叫 蛇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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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和服 拖蛇鞋 這樣 那個小腳 然後到對面去買水果 你買水果的時候 她忽然間聽到 大家在那裡愛愛叫 叫得很大聲 很危險 她在外面 看到她兩歲的孩子 剛剛 他們在二樓的房子 拖出來 跨過那窗戶 開始往那屋簷 結果 腳踩到 開始往下滾 那個屋簷是起的 往下滾 那個媽媽 什麼話都不說 直接衝過馬路 抱住她的兒子 她兒子剛好掉下來 她剛好雙手抱住她 大家在那裡打破了 這個新聞 風動日本 所以 很多的記者去採訪的時候 他們在日本 要做實際的研究 他們就找這個 跑步最快的 他們全日本跑得最快 100公尺跑 速度最快的一個男生 還有他們的舉重 他們的舉重高手 那個可以舉最重的 他們開始做試驗 他們試十次 用那兩歲 夾得完 這樣滾下來 他們試十次 那白米的 跑最快的 他都走不到 走不到 這樣滾下來 滾下來 滾到肚子 他都還沒走到定位 接不到 意思說這樣衝過 接不到 那個大力士 第一次接 他沒有接十次 因為第一次接下來 那個重力加速度 他的手就脫下 太重了 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個媽媽穿和服 穿插鞋 可以這樣一個很長的時間 穿過去 跟他們小孩安全 都沒受傷 他們小孩沒受傷 他也沒受傷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請跑得最快的男生 跟能夠 舉得最重的男生 這兩個 一個接到那兩歲 同樣的重量 接到脫下 手 滾到 第二的是 怎麼走 他走十遍 一背 拋 人家已經滾下來 滾下來 都接不到 穿和服 你都知道穿和服很難走 穿插鞋 還比較難走 他竟然可以走得到 剛才把他兒子摸到 他兒子都沒受傷 為什麼 他的愛的力量 全力以赴 他的腎上先速標到最高 人都有這個潛力 你平常發揮不了這個潛力 我們心靈也有這個潛力 但是各位 知道 我們的副主席有在說 緊張緊張緊張 刺激刺激刺激 知道嗎 大家有聽到嗎 好像報到那個人說 緊張緊張緊張 刺激刺激刺激 什麼在緊張 什麼在刺激 為什麼緊張的時候 你的表現 有的人在緊張的時候 表現越好 有的人在刺激的時候 越準 你看Michael Jordan 他可以在最後一秒鐘絕殺 我看了每次看那個 就血脈噴張 想賣落後兩分 在最後在三分線出手 他可以在最後的一秒鐘絕殺 讓人家連反擊的余力都沒有 就一分贏了 而且在總冠軍 第六場比賽 這樣贏了 為什麼他有辦法 為什麼他有辦法這樣 尊到這樣 在這麼緊張 這麼刺激 張力這麼大 這麼多人防守他 幾乎五個人都跳上來防守他 他可以在最後一秒鐘 投進三分球 然後就贏了 拿到總冠軍 而且那個時候 他已經二歲有比較大 還有一次 他重感冒 他說那天吊大人 起床 又得了好幾十分 大家都覺得 那天有像那個 剛才吊大人 剛出來的那個 空中飛人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子 你知道他一天 練頭 練超過多少顆 他每天 他說他剛開始的時候 一天這樣 打400顆 500顆 600顆 每天這樣練頭 練到他都有一個 身體會有一個記憶的動作 如果各位 我不知道有沒有各位 有沒有人在打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九年都開始跟我們說 我們要是練身體的記憶 讓我們身體了解說 這個動作是健康的 那奇怪 高爾夫球最奇怪 那球在那裡就不行 我以前是打平鋒的 我在打平鋒的時候 很刺激 那球很小 很快 高爾夫球我覺得很簡單 高爾夫球在那裡 你都很好講 結果每次 第一次去講的時候 我的手也受傷 受傷 因為我都一直講頭 奇怪 那球就在那裡我就講不到 不然就知道 什麼都要有教練 教練一個教 那比較簡單 教練沒有教的時候 怎麼講 講不到 很多時候 在人生當中需要教練 你看 在這個人生的過程裡面 我先給各位看第一份投影片 台生第一份投影片 為什麼 這個世代在變 變到我們台灣人會越來越說 這是一個醫生 他46歲 北醫的虎山科醫生 他現在是美塑治療研究所的理事長 他是一個醫生 他說 他現在的醫生 他說不會兵比做醫生更好 我們台灣到底出什麼問題 人家說 第一不會兵 第二做醫生 結果他現在真的跟你說 不會兵比做醫生更好 他說 他虎山科金屬開三年 停去進修 回來之後 世界就變了 不是出生率下降 是 他在大便宜 在台北醫學院婦產科認職 醫生沒有底薪 採業績 看一個病人 抽140塊 要一個人領多少 不要懷疑 一個虎山科醫生在大便宜 一個人領六萬 領六萬 你有辦法想像 醫生一個月薪水六萬嗎 你這樣 所有的科目都要第一頂 你所有的科目都要全科 所有的每一科 可能對所學比較厲害 對英文比較厲害 不是 他打一科都要很厲害 這樣 讓他抗到 他向他 讓他去做醫生 打七年出來做醫生 結果一個薪水六萬 你知道說你因為國小畢業 打拼的讀書都不能出頭 因為我們兄弟也醫生 都不能出頭 很認真 很認真去讀書的 犧牲所有的休閒時間 結果到最後 你只能一個月領六萬 你要嗎 再往下拉一個 再給各位看另外一個標題 現在的老師 32歲 32歲 可能跟在座一些年輕人 兩歲都差不多 三個二歲 他在國中做國文老師做十年了 十年 十年的國文老師現在說 我只能求自保 老師只能求自保 他說十年前他加了一些生意 點過 一班 一班 幾乎兩三的人知道 現在很簡單 想逃離滿天下 說沒人聽過 學生說卵詠成語 他會說這間餐廳生意盎然 這家餐廳 最可怕的作文 像他最近改到一篇 當我失憶的時候 同學寫說 當我失憶的時候 我會請媽媽拿我的照片給我看 讓我回鄉我是誰 改還 他真的是虛脫無力 他只能把這些趣事講給他的同事聽 調剂調剂心情 對 現在很多 他說 而且現在 他不能對學生太大聲 學生會比他還兇 他只能求自保 我們以前說尊師 這有的時候 其實那是中華民國給我們的教友 這個也不能全部怪老師 但是中華民國的教友就是 讓老師越來越無尊嚴 讓學生越來越說 這是他們的教友 真的 我在學校的時候我都不知道 我只會記得 那個時候 我的母語 自小人我就說喉嚨話 我自小人說喉嚨話 一個去到學校 說要說北京話 去到學校說北京話 那沒大件 那沒沒關係 他說你如果說喉嚨話 你要發錢 有去奉法國的押去好了 很多人都去奉法國 真的年輕人可能沒了解 你們現在是 根本就不用改了 你們現在去學校 就直接說北京話 很習慣 因為從小時候 你看電視 看什麼新聞 看什麼 都用北京話給你教育 以前不是 以前我們小時候沒有電視 所以 爸爸媽媽說喉嚨話 我也是喉嚨話 我本來喉嚨話說得很認真 怎麼現在喉嚨話說得沒什麼認真 因為出來的小學 都一定要用北京話 你跟人上口 跟人溝通 我們台灣在變 變成 這由於三十八年 一九四九年到現在 已經變成 你完全都沒了解說 我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經常去演講說 我們現在不是人 為什麼我們不是人 因為我們沒有國情 我們國際上根本不成 我們是人 我們有基本的人權嗎 我們可以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光明堂皇 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嗎 世界衛生 健康是人的基本人權對不對 我們沒有辦法參加 我們可以參加任何的其他的 比如說環保的組織 然後這些比較社會公益的組織嗎 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世界上沒有人生人 中華民國 所以你沒有國情 你沒有國情 你本來在世界上的人就沒有生人 你是一個人嘛 不是嗎 有國籍 受到保護 受到整個世界公約的規範 受到整個世界公約的規範 承認你的國籍 承認你是一個人 你沒有國籍 你就像流亡的難民一樣 一個流亡政府 然後找了一堆流亡難民 來到台灣告訴你 你也是流亡難民 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不對啊 你不是流亡難民耶 你從以前又生在這個土地上 成長在這個土地上 你是真正的奔土台灣人 問題你沒辦法證明了 你真的沒辦法證明你是奔土台灣人 我們這幾天從昨天上課到現在 你都不會緊張 你也不會刺激 因為你都麻痺了 對吧 我們高雄酒 一年來說他膝麻手 因為他抖頭過嘛 膝麻手 你們現在都膝麻手 都不知道自己是誰 一段都不會緊張 一段都不會刺激 世界在變 像那個南蘇丹 那個叫什麼 最近剛成立的沒有錢的國家 在那個印尼的跟他分 東地問 像那個東地問 他們整個國家他們有錢 沒有錢 但是至少他們有人權 他們分開以後 他們世界各國都成立 他們是東地問人民 他們的國籍是東地問 你怎麼知道說 現在很多大人會煩惱 煩惱他們的怕力是誰帶不來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的女孩子 都不會嫁人 我們在台北演講 在台中演講 在大堂市在演講 高雄市在演講 我都會問在座的女孩子 三十歲以上的女孩子 三十歲以上你四分年齡到了 女孩子 要結婚的女孩子 都放下來 要生孩子的女孩子 沒有伴 我們台灣的女孩子 都不會生孩子 不會結婚 要怎麼辦 所以大人 就快帶他們去外南 去中國 去印尼 去泰國 去帶母 然後就帶回來 生一個台灣孩子 他有一半的血統是混血 請問一下 你帶你們的女孩子去帶母 帶回來 生一個孩子 他是什麼國籍 根據國際慣例 台灣籍對不對 他們母的國籍 你生出來不是台灣孩子 他們現在生出來的一半 新移民生出來都是他們的國籍 根據國際慣例 是根據他們有國籍的承認 也就是說 你如果帶中國母 你生的孩子就是中國籍的 我們台灣說半生 因為台灣跟中國生的 這只有台灣對這個 台灣跟中國生的特殊的稱呼 這樣很尷尬 你去娶老婆回來 結果生的小孩不是你的國籍 要改變 就像這些 就像這些 要改變 你看 我們再往下 我讓各位看這些標題 讓大家知道為什麼要改變 再往下 科技新貴變晚貴 十年前 我的當初 他們去科技公司都是新貴 真的 他們年中的時候 不是年尾 是年的中間 六七月份 他們都準備要換車 因為他們領到的年中間的獎金 可能就有100萬 沒辦法買房子 在那個時候科技新貴 現在的科技新貴 他們說自己變晚貴 為什麼 每天常常在講過老死 現在科技新貴最怕就是過老死 因為他們講究的是責任制 整個台灣一直在改變 一直在被壓榨 一直在被剝削 你們都沒感覺到那個緊張 那個刺激 那個危機感 我們現在要改變了 我們要像那個日本媽媽一樣 你要隨時讓你的腎上腺素發酵 因為要隨時注意到整個狀況 你們現在是上完高級班 你們就是未來的 我們台灣民政會的高級官員 你們真的要有這個敏感度 知道世界在改變 你也要開始跟上世界腳步 要讓我們自己的國際 回到我們自己的身上 讓我們被國際承認 所以為什麼 現在我們一直在強調 台灣國際地位要正常化 台灣的國際地位要正常化 這很重要的重點 我們要讓我們自己恢復人的身分 基本的人權 權利永遠是可以知道的人 你知道嗎 其實你的孩子可以做兵 其實你可以立歲金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沒有上過這個口證 你都不知道 基本上你沒有國際 你為什麼要繳稅金 給中華民國 基本上你也沒有國際 你幹嘛要去當中華民國的兵 你在1945年 4月1號 你的國際 你的祖先的國際 都是日本人 然後就無緣無故被竊佔了 你的身分被淘汰了 當你的身分被偷走的那一天 你就沒有身分了 不是嗎 你到現在為止 你都不太了解 當你不了解 你就沒有辦法 讓你自己享受你基本的人權 我們再往下看 銀行 行員 以前我媽媽都叫我 他說 這個 出社會去做銀行的行員 最穩定 為什麼 因為是鐵飯碗 雖然不是說金飯碗 他講金飯碗 但是至少是鐵飯碗 銀行行員工人員都鐵飯碗 現在呢 銀行行員 自從那個金控法通過之後 銀行行員很可憐 他不是坐在那裡收錢而已 銀行行員 現在我們 我們家常常都有銀行行員過來 說你要辦一張信用卡嗎 還是說 我想說你跟信用卡推銷 不是 他是銀行行員 他說沒辦法 因為一定要 沒關係 你辦好你就把它加掉 你辦好你就把它加掉 因為公司整天我一定要辦 他坐在那裡 下班 他還要出來四個招條 他還要出去銀行保險 因為金控法通過銀行行員 現在可以銀行保險 可以辦信用卡 可以辦車險 殘險 都跟你拜託 你如果車險要續期 或是火險 殘險要續期 記得要找他 本來就三點半 我就下班了 你如果怕孫子在銀行 你就知道 因為我們銀行 我們另外一個銀行 三點半 我就下班了 有時候銀行 差10塊 差20塊 他們要對銀行 對到6點半 7點半 運氣比較薄的 有時候8點半還沒下班 因為銀行就對不好 不記得當時 自己沒有找不到人 整天到晚 從早到晚 在那早錢 富錢 當然也會出不對 你不是鐵趴的 那對銀行 就要對到公平去 每天一定小 要對好才可以下班 現在還要去銀行保險 還有業績 現在銀行還有生人 你知道嗎 像中國 我們不要說銀行的名字 像很多銀行 他們就找年輕人 年輕人進來 很簡單 現在不一定說 要學歷很好 還是怎樣 年輕人進來 叫他們去負責 叫他們去負存款 叫他們負投資理財 叫他們的親家朋友 因為 孩子剛去銀行 總要幫他們 幫忙一下 揪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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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揪 銀行業叫做洗人 他們不是在洗錢 他們在洗人 銀行業現在都知道 洗人 有人就有業績 這是某一間保安公司最大間的說 有人有業績 有樹有鳥栖 用這樣去洗人 你怕孫子 沒免費揪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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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感觉到刺激 因为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有关系吗 有关系吧 跟你的小朋友未来 跟你的小朋友 跟你的子孙下一代 都有关系吧 你敢要让你的儿子 继续 一直生活在这个 没有国籍的 这个状况 你们想要改变的嘛 你们今天才会来到这里嘛 那我们来激发一下 我们自己的潜力 待会我告诉各位 怎么激发自己的潜力 我从一本书里面开始谈 我们先再往下面拉 让各位看到 没有了吗 没有了 我延续 我们掌握互助一下 说到今天 让各位了解 台湾现在的现况 台湾每一个行业 你觉得好的行业 所以我们常常在跟你说 你觉得你真的拿到铁饭碗 拿到金饭碗了吗 会不会突然有一天 风云变色 其实现在台湾就要风云变色 只是外面的人不知道而已 我们一执政之后 所有的公务员自动 除了高级公务员之外 所有的公务员自动失格 他们要重考 他们要全部重考 所以现在很多人 你跟我问 他们要准备抗价吗 我告诉他们 你抗掉了 可能随我会点抗 你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去考试 你不如这几月 多去赚一点现金 为什么 因为你有身份证 你有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 到时候是1比1 差很多 你不如这几个月 你去打工都比考试好 这我不是在危言耸听 我们现在在改变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本书有看过的举手 Good luck 当幸运来敲门 没人看过 你知道这本书 这本书当时出的吗 这本书是日控控四年出的 第一半 这本书十年前 现在在全世界 60个国家 在台湾 没敲过 30万份 我这不是第一本 我买很多去送人 我在买100本送我们亲戚朋友 现在已经印刷到第94版 台湾书印刷到94版 一般一本书 你印的时候印2000本 一次印都印2000本 4000本 这本书已经卖超过30万册 这本书是一个故事而已 从头到尾一个故事 但是他请高清苑帮他写序 高清苑写序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 他在那边学到 因为高清苑 主持人也很辛苦 他说 他第一个 幸运守则第一条 就让他这辈子受用不尽 他说 运气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运气不属于你 运气不属于你 幸运由你个人所创造 所以能够历久而不衰 一个乐透得主 一个乐透得主 为什么很快的 又会回到一贫如洗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运气好 他运气很好 但是他不懂得把握他的幸运 我跟各位讲这本书 他这本书很好笑 他这本书从头到尾就写一个故事 一个我们中古时期 大家比较有兴趣的故事 黑武士 白武士的故事 他说一个黑武士 白武士 他们说有一个人 一直要挑战一个巫师 那个巫师的能力很强 在中古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巫师 大家都知道 那个巫师叫什么名字 没什么 对啊 大家都听过梅林 亚瑟王子里面都有讲到梅林 里面就从梅林的巫师开始 大家都想要挑战他 所以有一群武士来 他说 你要给我挑战 很简单 我现在出一个地方 你看你有法度 谁有法度 拿到那个东西 我就给你挑战 他说 在欢乐森林里面 欢乐森林在未来七天 会长出一株幸运草 榨江草几叶 三叶 幸运草几叶 四叶 那种怎样幸运草 很难得 他说 未来的欢乐森林 一天一百会长出一株幸运草 谁能找到那株幸运草 谁就可以来跟我挑战 那株幸运草 你有很大的运气 很大的福利 很大的好处 所有的好处都在那边 因为这个是 可能几千万 几十万株 才会长到一株幸运草 结果所有的武士 里面有很多人都说 你搞得整校 欢乐森林 欢乐森林 就像美国一样大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我们哪有可能找到一株幸运草 而且在七天之内 我光骑马到那边就要两天了 再回来要两天 我只有三天可以找 大家都放弃了 那时候出现一个黑武士 出现一个白武士 两个还留在那里 黑武士 白武士留在那里 他们说 既然你这样说 你是这么伟大的武士 你说的一定有你的道理 不然我来试试 黑武士 白武士 他们两个就骑马 倒上骑马 骑马到那里真的很累 骑马两天两天 所以他们决定要好好睡 睡一觉 他睡一觉起来后 他们两个头部都很好 会相信 又有这个动力 然后又很执着 这两个具备 已经具备成功的条件 但是他们两个有运气 到了那里 不一定会成功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成功一定要努力 对不对 结果他们两个决定 心里面不愿意 所以他们都想说 很简单的 来找土地公 他们叫做土地神 土地神观欢乐森林 他在那大小两三百年 土地有可能长出幸运草 他最了解 他就在那森林里面 堵到小精灵 堵到什么四个就去问 土地神在那里 土地神在那里 结果他叫黑武士堵到 黑武士堵到的时候 他就问说 那个梅林说 未来五天 因为他站两天 未来五天才有 生出几株幸运草 他在那里 你跟我说 土地神 笑得很大声 一直他笑 我在这里 150年 在这里做神 做150年 我从来没有看过 从来没有看过 欢乐森林里面 长过一株榨江草 榨江草是三叶 四叶就变幸运草 连一株榨江草都没有 做江草 炸江草 我那不知道要怎么摸 做江草 一株都没有长出来 哪有可能在未来五天 150年都没生了 哪有可能在未来五天 会生 做江草出来 那个黑武士就觉得 怎么说 咦 那没人给他骗 他开始怀疑了 那个白武士呢 也一样 他还想到要去找土地神 他找到土地神的时候 他也问 同样的问题 土地神也这样笑 他也这样笑 但是白武士 他接受到讯息 他听的解读完全不一样 他怎么问 我们上一期 你看到 我有教大家 怎么问 国际版 我有教过 他问 他说 这欢乐森林 都没有生贵 做江草 做江草 怎么的 状态 怎么的 条件 才会生 他问的问题 不一样 第一个黑武士 问 这有可能 生做江草 他说不可能 他就觉得 他去弄骗了 第二个问 这么大 这么大片 做江草每年 都有种子这样飘散 为什么 这个地方 长不出做江草 Good question 他问一个 很好的问题 土地神 土地神就跟你说 要怎么才会生 做江草 第一个要在什么 阴暗的环境 开始告诉他 成长做江草的环境 他说 森林没有一个地方这样吗 他说森林没有 做江草第一个条件 要在水流旁边 那个水要不断的流动 要有那个溪流 他说整个欢乐森林 没有一条溪 这么大的地方 没有一条溪 没有一条河流 不然 动物要喝水都在哪里 他说有一个湖泊 那里有一个湖泊女神 他掌管了所有的水源 所以要喝水 动物都会这样子 万里挑挑 走去那里喝水 所以他因为跑到 那个湖边去喝水 然后那黑五四 他听了不太可能找 可是他又不放弃 因为还有矽缸 他想说看看这样会不会 他第二天又四处乱撞 他先遇到湖泊女神 他马要喝水 他先遇到湖泊女神 他就很大声 他就把湖泊女神吵起来 湖泊女神就很抓狂 起来就给他闭 他就骂他 你别吵好吗 我很需要睡眠 为什么 因为我的睡联 晚上要起来唱歌 他晚上唱歌 才会蒸发水分 他要尽情的唱歌 才会蒸发水分 如果他们不唱歌 水就会满出来 这个整个森林 就会积水成灾 所以你别吵 让我好好睡 他就在这边问 这里有可能生幸运草 已经比较灰心了 比较负面了 他有 就忘了 他就忘了 结果湖泊女神就笑 一样笑他 一百五十年来 这里都没生幸运草 幸运草要有水 要有潺潺的溪水 要有流动的水 我这边是一滩死水 我这边靠的都是雨水下来 幸运草要有流动的水 哪有可能有幸运草 他越听他就觉得 他会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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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他 等一下这个故事到最后 会越来越精彩 然后呢 白五四呢 他 同样去嘟到湖泊女神 他要喝也要喝水 那边的问题又不一样 他问说湖泊女神 你们这个森林里面 有没有地方有溪流 他在确认 土地神讲的是不是真的 他说 哪有可能有溪流 整个欢乐森林里面 就只有我这个湖泊 你别吵 刚才来一个黑色的 很吵 你再来吵 我的睡脸要睡 我已经严重的神经失调 我白天不能睡 晚上又不能睡 晚上被他们唱歌吵得要死 我又不能睡 你不要再吵了 我的睡脸如果没有唱歌 整个森林里面 都会死翘翘 那个时候白五四 他不但没有 这个跟湖泊女神对抗 他也没有去 他也没有什么 他跟人家讲说 我有方法 我提供你一个方法好不好 我们双赢 湖泊女神说 什么事 你快说 我爱睡 我很累 我要睡觉 他说 我帮你饮 这个湖泊的水会满出来 你让我饮一条小溪好不好 你饮小溪要干嘛 他说 我饮小溪是要创造幸运草 可以生长的环境 人家想说 既然整个里面都没有 但是幸运草既然长得出来 每年那么多种子来 我想我应该可以让它生出来 我让它有生长的环境 然后湖泊女神说 这样可以解决问题 那你要小生一点 他说 不会 我很小生 我叫马拖着我的剑 然后就这样会挖出一条沟 他就用马 拖着他的剑这样往下拉 就一直拉到一个阴暗的树影底下 然后他把他那个水拉到那里 就有小溪流过来了 他就一直拉拉拉 拉很长 然后那小溪就开始流动 他自己创造出一条小溪 他创造出小溪之后 那个黑武士继续在森林里面 到处游荡 因为还有三天 还有三天 他游荡游荡游荡 就东跑西草 东采乱采 东踢西踢 他就一直在探 他就是说 要打来打去看 打下去就看 有那个幸运草 不小心他遇到 他还没有放弃 结果黑武士去踢到一个 非常有灵验的石头 叫做我们以前叫女娃 在西洋不知道叫什么 他们叫石头女神 他就踢到了那个石头女神 那石头女神就说 你干嘛踢我 他说没有 我在找幸运草 然后石头女神 也是他笑 他一直去看笑 黑武士一直去看笑 因为他像虾子一样 乱闯乱撞 在森林里面 到处问 到处乱撞 大家觉得他很讨厌 因为他问的问题都一样 他没有想要改变他自己 他只是一直不断的乱问 到底哪里有幸运草 大家都说没有 150米来都没有生过 伴出幸运草 可是他就不相信 他就一直到处乱撞 那石头女神就告诉他 幸运草 绝对不会在森林里面生长 因为幸运草 它一定要 一定要 在没有石头的 没有任何小石头的土壤 因为榨江草 它可以在石缝里面生长 但是幸运草 它非常的柔软 它要在那个 它非常娇贵 它要在非常柔软的土地 没有任何的一颗小石头的土地 然后水流很通风 又阴暗 然后它的种子是金黄色 洒落下来 它才有机会冒出幸运草 它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条件 阳光好 空气好 风景美 气氛加 还有人唱歌给他听 没有啦 这个我自己加的 黑武士听完以后 都觉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森林里面真的没有一个地方 它在森林里面 已经绕了三天了 它知道森林里面 真的没有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白武士又经过了 白武士听到了 白武士听到 又很仔细的 再去跟石头女神 再确认一次 各位仔细去想想看 黑武士跟白武士 他做的动作通通不一样 黑武士 是他等幸运来敲门 他等他的运气 你等下温起来 有可能 有可能哪一天 有一个人创造这样的环境 然后长出一只幸运草 刚好被他摘到了 你要等那个机会 较快 还是自己去种了一个 去创造一个适合幸运草 长出来的环境比较快 我们都知道是后者 我们都知道 白武士很清楚的 跟石头女神问清楚了 他问得清清准准 他要跟他说 怎么才可以 长出幸运草 一回去 就开始把那些小石头 捡得干干净净 他创造成一个很肥沃 很松软的土壤 一都变过 但是没有种子 但是没有种子 怎么办 他怎么知道 哪里会有种子飘过来 哪里会有那个幸运草 剩下最后两天了 白武士把环境都布置好了 把条件都布置好了 黑武士还在找 那时候黑武士遇到女巫 遇到一个女巫 跟一只猫头鹰 那个女巫 骑着扫把过来 跟他讲说 你被骗了 那个梅林 故意骗你的 那个梅林 他就说一堆派遇 因为他想要让梅林失败 那个梅林是一个很伟大的寓言家 那个巫师 结果黑武士气冲冲 原来他骗了 我要回去自己抬起 所以呢 他坚决相信了 欢乐森林里面没有幸运草 他往回来的方向 他又出两天 他要回去 准备杀了他 那个女巫一模一样 去找白武士 去找白武士 跟他讲你被骗了 可是白武士呢 他听到土地神在讲 他听到胡博女神在讲 他听到石头女神在讲 他听到所有的讯息 都让他知道说 他有可能种出幸运草 只要有种子 只要有幸运草的种子 所以他不相信女巫讲 他还跟女巫讲 如果梅林讲的是假的 如果梅林讲的是假的 我会带他来到这里 来验证 我会跟他一起过来这边 他如果讲的是假的 你再跟他面对面 那女巫就知道 他打不过梅林 他就平衡默默 很想起来 他想救过一个黑武士 会去帮他干掉梅林 在最后一天 风来了 一阵风来了 风来了之后 风神把所有幸运草的种子 带来了欢乐森林 几亿颗的幸运草的种子 全部掉在幸运森林 然后白武士跪下来 谢谢风神 谢谢他把幸运草种子带来 风神告诉他说 没有啊 这是我每年要做的事情 我每年都把幸运草的种子 带来欢乐森林 每年都有成千上亿颗的幸运草 因为幸运草种子金黄色的 那个整个天上会下起金黄的雨 很漂亮 风神说 我当年都有带来 只是欢乐森林里面 没有地方适合幸运草生长 所以每年幸运草种子都长不出来 连榨姜草 做姜草都长不出来 但是今年 你创造出一个幸运草 可以成长的环境 幸运草可以发芽 那是你创造出来的 不是我 我每年只是在做 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每年只是在做 我应该做的事情 你要真的有空去看 这本书我讲大纲 里面有很多的一些 更细节的东西 包括你怎么去 找到你自己的幸运 幸运随时都在你手上 各位今天来到这里 真的是各位的运气 那你要不要让你的幸运持久 长长久久 你希望 那我们一起来创造这个环境 我们让它适合成长的环境 让台湾民政府 让我们的法理 让我们的信念能够不断的发芽 我们要一起创造这样的环境 所以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环境 怎么样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我们的长辈 我们刚才讲 昨天副主席有讲到 台湾人 这68年来 68年来 不是得到国民党的好处 就是拿了18% 没有就是跟他有什么利益挂钩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改变 你们难道没有亲戚朋友拿18%吗 我有啊 随便认识的亲戚朋友都有啊 那怎么样让他们改变 怎么让他们相信未来会更好 怎么让他们相信 你是那个幸运的人去敲他的门 当幸运来敲门 各位去思考看看 我们的教育制度已经僵化了 台湾给我下一个投影片 我们看看在美国的教育 一个18岁女生 你这样在听演讲 你这样很清楚的在听演讲 你听就是一直不断的灌输 人家不一样 越来越普及的智慧型手机 现在有智慧型手机举一下手 有智慧型手机 很多人都有嘛 对不对 你有智慧型手机 智慧型手机是不是常常电一下就用完了 都要充电 都要带行动电源 对不对 这个女生 发明一个体积小巧的超级电容 20秒到30秒 不会伤害手机 20秒到30秒 就可以把电充饱了 可以把你的智慧型手机的电 完全充饱 20秒到30秒 而且一般智慧型手机的行动电源 充电器 给你充 几几五千回 它可以用超过一万次以上 然后手机没电几十秒恢复电力 所以它赢得 英戴尔的国际科学竞赛五万块美金 科学竞赛 但是它 英戴尔还有很多 Google都要找它去工作 它说不要 它要念大学 它还要去研究奈米 它对奈米很有兴趣 它的研发灵感来自于 我的手机电池 经常没有电 好 十八岁 这样可以 十八岁 十八岁 你十八岁你在做什么 十八岁的时候你在干嘛 你以为他发明这个十八岁 他一戏之间就有灵感吗 他有没有经过不断的试验 爱迪生 发明电灯 人家给他讨问 人家访问他 你为什么会发明电灯 爱迪生跟他说 没有啊 我没有啊 我只是找到九百多种 电灯不会亮的方法 他认为电灯一定会亮 他认为电灯一定会亮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他从来不觉得 他是发明电灯 他只是找到 电灯会亮的方法 他从头到尾 他就认为电灯一定会亮 所以啊 你相信你就会看到 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啊 我自从进来台湾民政府 我就从来不会觉得说 我从来没有认为 台湾民政府不会执政啊 我认为台湾民政府 一定会执政啊 因为台湾民政府 他应该要执政 才能够让我们有正确的 才让本土台湾人有国籍嘛 所以国际上一定会支持我们嘛 我们一定会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嘛 所以我认为他一定会执政 我们现在只是在找方法而已啊 找让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方法 透过各位的推广 美国要求我们 41万张身份证 美国要求我们 4000个高级公务人员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只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就可以执政啊 可是各位你跟我一样相信吗 你跟我一样相信吗 还是你坐在这里 你觉得说 我来掌握一个机会 看看运气会不会来到我这边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把一天到晚 把运气挂在嘴巴 真的 我们要像幸运来敲门一样 我们要创造一个 幸运草会生长的环境 我们真的要一起来创造一个 幸运草会生长的环境 就像秘书长刚刚讲的 明天下午1点半 每个礼拜下午1点半 记得回来听最新的讯息 我们的进度 我们都有进度的 我们的进度一个一个 我们请Paul Mays帮我们发文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申请放弃 中华民国国籍了 这都一步一步在进展 各位知道 以前外交部不准我们放弃 中华民国国籍 这是一个多大的一步 就像阿姆斯撞到月球一样 这是人类的 这是他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从我们了解法理 我们告美国赢了开始 到现在 他愿意让我们放弃国籍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承认 他偷了我们的国籍 他已经承认 他偷了我们的国籍 所以我们可以放弃 中华民国国籍 然后呢 中华民国护照持有人 自认非中华民国国民 可以向内政部申请上市国籍 上市国籍获准之后 可以依照护照条例 第十九条第四项第三款 持照人已经上市中华民国国籍 经全责机关通知 主管机关规定 废止原核发护照的处分 并注销护照 注销中华民国护照 然后呢 我今天讲的有很深吗 为什么我今天看到大家 还是昨天晚上大家没有睡饱 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好像大家都非常严肃的看着我 我刚刚讲故事给各位听 我在国小 说故事 让那孩子听的时候 那孩子都会给我回应 都会给我 我怎么会说 我今天跟他说故事 我跟他说的 意言大家都听不懂 我有用北京的河路上 我都会说来说去 说一个笑话 这我女孩说很听 他说有一个人他做一个好事 那上帝说你做好事 我给你交条命 我跟娘同样给你交条命 我给你交条命 他说很愿意 他说我来试试 他说我来试试试 我是不是一个交条命 叫他站去火车 头前去有火车楼 叫我火车楼 他死去了 他去天堂 他就问上帝 你不是我交条命 我来叫火车楼就都死 他说拜托 你也去 上帝告诉我 拜托你也去找汽车 找汽车 找什么都可以 你找火车 火车还有时节 我觉得我今天跟各位 可能不在同一个频道 为什么我听完以后 大家还听不懂 听得懂吗 懂 至少看到一点笑容 不然这样 那江苏说话也很辛苦 江苏在那上面说 不知道我们台下的欢迎 到底有听有啊 听没有 我刚才说到现在 大家听有吗 听有吗 听有吗 这样大家又跟我讲一个频道 火车有时节 所以他被撞了十次 所以他死了九次 死了十次 当然也死了 因为他有九条命而已 他没有十条命 这本主我推荐各位 真的很好看 很短 你真的练习自己的阅读 我真的没有想到说 我们在这现场 因为我已经推荐过很多次 原神出版社 这也是原神出版社 原神有一个输活网 他这间公司 我之前的委员 来拜奉他们的老公 他们老公很厉害 说跟大家说 你们上班不要上太久 你们要常常出去玩 他们生孩子 是全台湾生孩子 补助最多的 拜託大家生孩子 他对台湾很有公言 他说 大家现在 他们的完工上三天半 就叫他们去睡三天半 他说 他说 不可以工作做太久 你头部会变傲 所以你在工作三天半 休息三天半 他是专台湾 唯一一家公司 工作三天半 休息三天半 然后东西卖得最好的 他的书 每一本出来都畅销 他们大家都讨论 就像那个 皮克斯动画一样 他们的员工都很创意 他们每一本出来 有的书很小 但是每一本书都畅销 这一生你至少要当一次傻瓜 世界因你而改变 这么小的书都可以卖好几十万本 所以各位如果有空 没事想要看书 上网去看原神书火网 里面都是一堆好书 我告诉我女儿 我每次给他们奖品 我都告诉她说 你上原神书火网 爸爸送你书 你要上原神书火网去挑书 别的书我不送你 外国人连中品东西租 真的 所以我们家的原神书火网的书 真的一堆 然后他这是第十年的精装版 他出了十年 黄金金装版 让你有幸运来跟随你 他这本书已经出十年了 我希望各位 我们阿拜最后 我们的频率可以相同一点 没事我在讲书名 既就你们都有听过 没看过 至少看过风皮 这是金色 我知道这本书 是要当幸运来敲门 我介绍过很多本书 每一期初级班 我都有在介绍书 我看过的书 这十年前我看过的 现在是第94刷了 对 第94版 2013年5月第94版 我们现在下课休息10分钟 等一下下一节课 我希望各位喝个咖啡 精神好一点 下一堂课比这堂课更精彩 我们现在下课休息10分钟 谢谢 请 起立 走 下课休息10分钟